台中電廠第二期新建燃氣機組計畫 環評於八月初審通過 今天進行環評大會審查 包括國民黨中部立委等都與會發言 拒絕臺中人在用非發電 強調增氣減煤 至少要有增一拆一的原則 由於現場發言熱烈 登記發言的人士因為意見不同 一度爆發了激烈的口角政治 風雨中大聲喊著口號 要環境部聽到公民團體的訴求 因為中火燃氣二期計畫 環評於八月初審通過 三十號進行環評大會審查 公民團體到場抗議 批評這個計畫 已經變成大幅蒸氣擴廠 而且對初審一次就通過 表達強烈不滿 要求退回重審 四公期起 我們集逐年減量 那我們在四公期 我們會每年友善減排空污量11噸 那我們總共整體四公期 可減排約69噸 環評大會中 台電代表強調 二期計畫 將興建四部燃氣機組 試作除槽 以及相關附屬設施 兩部燃煤機組 將逐步拆除 其他燃煤機組 則轉為緊急備用電力設施 十部燃煤機組 會提前於2035年 全數除異議 有中部的旅長認為 等了40年 終於判到改變的機會 贊成以氣換煤 不過出席發言的中部燃煤 表示 見幾步拆幾步 是鄉親能夠接受的底線 告訴我們 你的量已經超過了一倍半 什麼理由不拆 我說我轉備載容量 我轉備載機 我不會給你用 你這個邏輯聽起來 讓我們民眾很緊張 燃煤 呼籲環評大會的委員們 慎重審查 不要糟蹋中部民眾的健康 拒絕用費發電 而台中市政府也表明相同立場 強調爭氣減煤 至少要爭一拆一 由於各方發言熱烈 也讓疫情中不時散發火搖尾 記者